我和邓勇认识了20年 这20多年的时间 我们互相的指引 互相的关注 而这20年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 心智最成熟的20年 我们收藏了邓勇 从2019年之前 几乎是所有的作品 以及说我们欣赏他的作品 不如说我们更喜欢这个人 因为喜欢这个人 因为有这么长时间的关注 所以我们和他的作品 有很强烈的共鸣 邓勇的作品 弥漫着悲观的情绪 但是在悲观的情绪后面 又有对这个社会 对现实 甚至对多层空间的犀利的批判 这些弥漫的悲观和批判 恰恰是对现有现在的浮华 和乐观的社会气氛 一种更清醒的认识 和让我们清醒的真迹 也让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 可以看这个世界 看更真实的世界 所以我们在为了解 我们下午才能够 我们下午才能够 在哪里 我们下午才能够 我们下午才能够